陆寒大家都很熟悉 小编就给不熟悉的先做一个介绍吧 陆寒是中国北京人陆寒 是韩国留学生 在韩国留学期间被SM公司探星发现签约 2010年正式成为SM公司练习生EXO组合见面 正式成为EXO成员 在韩国训练有家 2012年正式出道EXO门门担当 楚唱05 当时在韩国人气相当过 也算得上数一数二吧 后来随EXO到中国表演 很多人就开始关注陆寒了 确实很优秀才能深得大家喜爱 做事也会为EXO团队着想 在EXO团队给队友的印象是体贴安心 好吧 可能不仅如此 上过很多综艺节目 就随便说两个综艺节目吧 快乐大本营 奔跑吧 兄弟 颜值才华人气上场 优秀杰作 黑粉就少很多 爱看陆寒所有电视节目的人多了 再奔跑吧 兄弟缘分 遇上极力热吧 两人节目表现很优秀 可以感觉到两人的感情很好 当时很多人都猜测 两人有可能会成为一对情侣 娱乐圈已经被这条消息占平了 可是大家没有想到 陆寒和迪丽热吧 是纯属的好朋友关系 两人都特别关照 陆寒就开始演电视剧 甜蜜暴击遇到了关晓彤 两人就感觉对方是要找的人 关系融洽 双方都很喜爱对方 很珍惜对方 两人就开始在一起了 知道这个消息后 很多陆寒粉丝纷纷表示 不再当陆寒粉了 甚至有些黑粉或意识冲动的粉丝在微博 娱乐圈发表说关晓彤 其实大家都知道 关晓彤要是不优秀 陆寒会和他在一起 陆寒不优秀 关晓彤会在一起 所以两人在一起是有美好故事的 陆寒粉对这条消息就慢慢认识到了 陆寒能带来好的作品 大家就会欣赏杰作 因为很多粉丝已经把陆寒当作目标 努力 奋斗着 陆寒在采访节目上说 找女朋友是找结婚的 不找一时的女朋友